因为台风遭遇严重损害 台东县有八个乡镇市需要进行灾后复原 而高雄市在六号晚上就调派车辆 机具和人力进驻 协助救灾 而除此之外 停电也导致养鸡场有两万多只鸡死亡 幸福紧急调派化剧车 并且载走了大约三十顿的死鸡 台东加油 高雄市政府六号晚上派出 三十二部大型车辆机具抵达台东 也带来八十名人力支援 在封灾后 救灾人力缺乏的台东县 终于等到第一批救灾支援人力 因为我们经验 大概很多大型的树木打塌以后 需要链锯 需要一些大纲牙来补补 做这个些大的树木 所以我们也派来很多链锯工过来这边倒支援 一早高雄市支援人力马上投入台东县八个乡镇市 协助清理倒塌树木的工作 由于这些树木数量实在太多 尤其是大树无法分化处理 目前台东市垃圾掩埋场就堆了超过五十公吨 数量惊人 由于台风造成停电 不少畜牧场发生灾情 其中集中型的养鸡场因为煤电通风不良 造成全线超过两万多只鸡死亡 大约六十公吨 县府接货通报紧急协调屏东的处理厂业者 再走三十公吨处理 剩下的由台东县自行处理 县府估计农业损失已达七亿多元 续产养殖的损失还陆续发生 县府强调会尽快处理死亡的续产动物 防止传染病发生 记者 张明哲 台东报导